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巴黎奥运会进入尾声阶段 中国代表团继续在赛场上为国争光 北京时间8月8日下午和8月9日凌晨 巴黎奥运将进入正赛的第12个比赛日 在这个比赛日中 巴黎奥运会共产生25枚金牌 分别是马拉松游泳一斤 皮滑鼎净水三斤 贪眼一斤 举重二斤 摔跤三斤 曲棍球一斤 场地自行车二斤 帆船二斤 田径五斤 跳水一斤 跆拳道二斤 拳击二斤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个比赛日中 仍有机会冲击四枚金牌 分别在举重 跳水 拳击等项目中具备冲金的实力 夺金点一 8月8日晚21点 巴黎奥运举重女子59公斤级罗师芳 罗师芳在2023年举重试锦赛 女子59公斤级项目中 夺得抓局 亭举和总成绩三项冠军 2024年国际举联泰国世界杯赛中 罗师芳夺得亭举和总成绩冠军 并以248公斤打破女子59公斤级 加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罗师芳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目标是 夺取金牌 夺金点二 8月8日晚21点 巴黎奥运男子三米跳板跳水决赛 王宗元 谢思义 中国跳水梦之队已经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五金一银 包揽了已经决出的五个项目冠军 在跳水男子三米板半决赛 中国选手王宗元 谢思义携手出战 六轮比赛 王宗元 537.85分 排名第一 谢思义 505.85分 第二 第三的英国选手 467.05分 王宗元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银牌得主 谢思义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金牌得主 两人将再次在奥运会的舞台上竞争金牌 夺金点三 8月9日凌晨1点30分 巴黎奥运举重男子73公斤级 石志勇 石志勇是举重男子73公斤级别 在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上的冠军得主 已经实现了奥运会的两连冠 巴黎奥运会上 石志勇将冲击举重男子73公斤级的奥运三连冠 不过石志勇受到印尼小将朱尼安夏的挑战 在举重世界杯中 石志勇输给朱尼安夏获得银牌 朱尼安夏以总成绩365公斤 打破石志勇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所以石志勇虽然贵为两届奥运会冠军 但在巴黎 石志勇将面临朱尼安夏的竞争 夺金点四 8月9日凌晨4点51分 巴黎奥运拳击女子54公斤级决赛 长远 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54公斤级半决赛 在北巴黎竞技场举行 中国选手长远战胜朝鲜选手 闯入决赛 长远在决赛中的对手是土耳其选手阿克巴斯 乒乓球赛场上 16点 乒乓球男团半决赛 中国将对阵法国队 争夺决赛权 此外 8月8日下午16点05分 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兰 吴燕妮 林宇威参加复活赛 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兰项目中 中国选手吴燕妮和林宇威携手出战 在预赛中吴燕妮跑出12秒97的成绩 在所有选手中名列第26位 林宇威的成绩是13秒24 两人都进入复活赛 将冲击半决赛的席位 8月8日下午17点35分 巴黎奥运会田径男子4成100米接力预赛 巴哈马首都拿骚进行的世界接力赛 由吴志强 谢震燕 阎海斌 陈嘉鹏组成的中国队 在男子4成100米接力预赛中 以38秒25的赛季最佳成绩 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谢震燕为了接力的赛事 放弃了个人的200米比赛项目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男子接力队获得同台 此外 北京时间8月7日21点30分 巴黎奥运会男子举重项目 迎来男子61公斤级的较量 中国选手李巴斌打破抓举奥运记录 最终以总成绩310公斤 蝉联男举61公斤级冠军 这是中国军团 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23枚金牌 也是中国举重队 在奥运会上拿到的第39枚金牌 泰国选手希拉猜 以303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银牌 美国选手莫里斯 以298公斤的成绩获得铜牌 而中国队第24金 则被花样游泳团收入囊中 也是这个项目上 中国首夺奥运冠军 北京时间8月8日凌晨1点30分 2024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 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 决出了集体项目的金牌 中国队在集体技术自选 集体自由自选 和集体技巧自选三项比赛 都取得第一 总分996.1389分 秉先第二名美国队 81.7968分的巨大优势 集体项目首次夺奥运会冠军 美国获得亚军 西班牙获得季军 8月8日凌晨1点30分开始的 集体技巧自选比赛 中国队在十支队伍里 最后一个出场 倒数第二个出场的是 前两项比赛结束后 排名第二的美国队 他们拿到271.3166分 182.4666动作完成分和88.85艺术印象分 他们总分914.3421分 超越此前领先的西班牙 赞列第一 长浩 冯宇 王次月 王柳毅 王千亿 相宾玄 肖艳宁 张亚仪八名姑娘组成的中国队 演绎的主题是生命之光 动作难度27.3分 中国队获得283.6934的分数 排名第一 192.2434动作完成分和91.45艺术印象分 最终以996.1389的总分夺得冠军 此外 举重女子49公斤及侯志慧未免 实现中国对地25斤 北京时间8月8日凌晨1点30分 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迎来女子49公斤级的较量 中国选手侯志慧在停举的生死第三把 以117公斤的成绩 创造新的停举奥运记录完成绝杀 侯志慧最终以1公斤的优势 总成绩206公斤 蝉脸女举49公斤级冠军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25枚金牌 也是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上拿到的第40枚金牌 罗马尼亚选手坎贝以205公斤的成绩获得银牌 泰国选手坎宝获得铜牌 此外 在北京时间8月8日凌晨结束的 巴黎奥运会女子驱棍球第二场半决赛中 中国女区1比1战平欧洲竞驴比利时队 随后的25码互设中国队3比2胜出 总比分4比3淘汰比利时 时隔16年再进奥运会决赛 追凭历史最佳战绩 决赛中 中国女区将与荷兰队争夺本届奥运会女子驱棍球项目的金牌 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 为列A组第四名中国队报大冷3比2击败了B组投名澳大利亚队 晋级半决赛后 世界排名第六的中国女区 面对的是世界第三的比利时队 小组赛 中国女区曾1比2不敌对手 首节比赛 双方都显得很谨慎 战成0比0平 第二节 中国女区在开场三分钟打破僵局 必用一次短角球机会打门被挡出后 周美容门前补射成功 将球送进网窝 第四节最后时刻 比利时利用短角球机会完成绝评 双方最终战成1比1平 随后的25码互射中 比利时52中 而中国队四射三中第五轮位罚 最终中国女区总比分4比3淘汰比利时 晋级决赛 时隔16年再进奥运会决赛 中国女区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打进决赛 最终屈居亚军 这一次 中国女区将有望在决赛中 全力争取突破历史奥运最佳战绩 最终屈居争取突破历史奥运会 最终屈居争取突破历史奥运会 最终屈居争取突破历史奥运会